2021年11月2號下午 北街溫護線也有異物入侵一度停駛 幸好只是數隻掉落鐵軌 發現異物的工程是他 北街溫護線其實跟終結綠線一樣 采用的是無人駕駛列車 車頭裝設有偵測系統 一旦發現有異物進入到軌道 就會自動停車 不過都要接近異物 車前偵測器才會發揮作用 從天而降的障礙物 偵測系統也沒轍 終結事件發生後 北街考慮加裝遠距偵測系統 在這之前出現狀況 車上乘客怎麼自保 如果車上乘客 真的有發現異物入侵的話 也可以按下緊急對講機的按鈕 來跟控制中心對話 不過北街也坦承 行控中心接到訊息 要按下緊急斷電鈕 切斷權限軌道電力前 還得確認地點位置方向 有時候20秒就過去 現在要出應變新招 授權現場站務人員 透過阻擋車門 阻擋月台門 或者是這個電力的切斷的 這樣的一個處置 或是列車裡面的一個拉拔 就是禁止它出發 其實北街高音量車站月台 還設有緊急車站按鈕 月台上人員發現車廂有狀況 可以按下防止列車進站 或是離開月台 現在中結也考慮設置 一場公安意外 揪出無人駕駛捷運的應變盲點 今天喜歡觀眾黃偉傑的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禁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實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 言論的 感谢观看